好,又开始学习Sing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了 这一节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学习的是数据的类型 数据类型呢,是加瓦编程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 请同学们一定要仔细听哦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 同学们,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加瓦编程语言 编程语言呢,也就意味着我要编写程序指挥计算机去做事情 那计算机能处理的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啊,计算机能处理的信息,我们通通都把它叫做数据 计算机能处理的数据呢,也就意味着加瓦的程序也能够处理这些数据 那数据的类型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把人类分成男性和女性呢? 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呢? 或者为什么我们要分成老人、小孩、中年人、青年人呢? 我们把人类分成男性和女性是因为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生理特征 所以呢,我们要针对他们的生理特征来提供完全不同的东西 比方说男厕所、女厕所、比方说男性的衣服、女性的衣服等等 再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数据的类型 其实啊,简单的理解,数据的类型就是给数据分类 为什么要分类呢? 就跟我们把人类分成男性和女性一样 为了更好的处理不同类型的数据 这个就是数据类型的真实含义 不管我们学习哪一种编程语言 数据的类型都是我们首先要学习的 那针对于加瓦来说 数据的类型又包含哪一些呢? 就像我们把人类既可以分成男性和女性 又可以分成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小孩一样 我们给加瓦的数据呢 其实根据不同的这种分法 是可以分成很多很多的类型的 那我们究竟依据什么来给数据分类呢? 这里就首先要介绍一下 第一个内容 加瓦数据的基本类型 加瓦的基本数据类型呢 是数据类型的最基础的东西 而在基本数据类型之上 我们又可以按照其他的分类原则 来分成一些什么呢? 我们把它叫做扩展数据类型 扩展数据类型呢 我们只会大概介绍一下 当然本次课的重点会是 基本数据类型 那加瓦的基本数据类型有哪一些呢? 加瓦的基本数据类型只有八种 请大家特别注意 只有八种 建于计算机处理数据的一些独特性 我们呢 是把数据按照大的方向来分的话 其实只有两种 一种是数字 大家都学过数学 对不对? 数字是大家最熟悉的东西了 那第二种是什么呢? 是类似于这种文本文字这类的 我们把它叫做字符类型 在数字和字符类型之上呢 我们又把它细化成了八种基本数据类型 分别是 第一个 byte byte类型 注意大小写敏感哈 第二个呢 short类型 第三个 int类型 第四个 long 第五个 float 第六个 double 这六种基本数据类型 全都是用来描述数字的 数字 那描述字符的是什么呢? character类型 character类型之上 还有一种 叫做 不两不两是不二的意思 接下来我就要仔细介绍一下 byte类型了 byte类型是 放整形数据的哈 是整数 这个整数的范围是多少呢? 是负 128 到 正的 127 也就是说 这种数据类型 只包含 负128 到正 127 之间的 这样一个数字 short类型呢 也是描述 数字中的 整数的 但是它的范围呢 比byte 要大很多 它的范围是 负 32768 到 正的 32767 那 inter 类型呢 又比short类型 大一倍 它的范围是 负 2147 2147 48 3648 到正的 2147 48 36 37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类型 不管是byte 还是short 还是int 还是long 记住 记住 它们放的都是 整数 意思是 是整数的一种 类型 long的话 就比int 更大了 大出了 整整的 一倍 好的 好的 那接下来 float 类型呢 float 类型放的是 带小数的哈 float和double 它们放的都是带小数的 这样一个数字 你会发现 byte short int long 是整数类型 而float和double 是小数类型 不同的是呢 double放的这个范围会比float大很多 那character类型呢 character类型放的是 字符 比方说一个a 好 一个a 要用单引号扩起来 或者是 单引号扩起来的 一个b 好 或者是 单引号扩起来的 你 这个character类型呢 其实是字符类型 也就是说它是 用来识别字符的 只不过呢 这个字符的长度 是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呢 既可以指代一个英文的字母 也可以指代一个中文的字 一个中文的字 最后一个类型呢 比较特殊一点 是波量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只有两个值 一个是ture 一个是force 也就是说 一个是真 一个是假 好的 请大家 再跟着我 重新复习一遍 对于加瓦 能够处理的 数据 类型 基本的数据类型 只有八种 分别是用来处理 整数的 byte short inter 和long 整数数据 还有呢 是两个小数数据 float和double 字符 类型的数据 character 以及布尔类型的数据 bool 这几种呢 就是加瓦的八种 基本数据类型 那么他们在加瓦的程序中 应该怎么使用呢 我们还是来敲一段 代码 同学们可以跟着我敲 新建一个 text document 命名不叫test3了 我叫student 学生 student 点什么呢 把txt改成点加瓦 点加瓦的话呢 接下来又击编辑 我把格式变大一点 记住哦 我们在原文件中间 会包含一个类的声明 student 好 public class student 里面呢 写上一个固定写法的 问方法 千万不要写错了哟 好的 现在呢 我来声明一个byte 类型的变量 x等于什么呢 127 接下来 system.out.println x 输出的是x的值 接下来 进入到doss 这是在复习之前的东西咯 同学们还记得怎么操作吗 一定要很熟练才可以 进到我的demo下的 好 通过java.c命令 千万不要写错了哈 java.c student.java 好 现在 左边出现了一个student.class 编译成功 我们可以直接运行 java.student 诶 输出了127 同学们 请你们一定要跟着我 把student.java完成 好的 那今天的这次课 就到这里结束了 请大家继续关注 下一节不变的常亮 咱们